大家好,欢迎回来夜夜升哥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男人最喜欢的圣诞礼物 是什么 那看到标题的同学呢 都可以看到是苹果三键套 那这里的三键套我们指的就是苹果手机 以及苹果手表 还有呢就是这个苹果的耳机 AirPods 那么我们首先说一说iPhone的手机嘛 iPhone手机今年其实出了一个 挺不一样的 就是叫做iPhone XS Max 就是更大一个更大面板的这个iPhone 就是以前Plus这么大的 只不过全都是面板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 对于想给男朋友买这个买礼物的姑娘们呢 可以考虑一下10S Max 因为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新的型号 如果你的男朋友还在用有这个物理按键的 那个Home Button的那个iPhone呢 比如说iPhone7、iPhone8 甚至iPhone8 Plus 那我觉得可以考虑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圈圆 他一定会非常的喜欢 那么我呢 下面想讲的是关于这个Apple Watch 那这个Apple Watch呢 前几期我有给大家简单测评过Apple Watch 那会儿刚刚上手 所以整体的体验并不是非常的完整 那这一次呢 我也是用了得有一两个月吧 我觉得整体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好 完全超出了我的手表的预期啊 比如说很简而易见 你可以戴着这个手表看时间呢 然后你也可以看你的Calendar上的很多的提醒 另外呢你在健身的时候 年过这个中年啊 好像这个健身比较重要啊 我每天中午都会健身 这个During这个Work Time 这个Lunch Time 我总会健身 那健身的时候呢 我也喜欢呢 去Track我的消耗卡路里的这个数量啊 然后我运动了当时间呢 我就会用Apple Watch 自己自身带的那个功能 所以我会用健身的这个App 我觉得非常好用 另外呢 我觉得我特别挑选了这个不锈钢板 那也是因为我想在很多Party的场合的时候也带着它 因为你有的时候去带一个就是非常Sports版的那种Band 就是我也有买就是感觉很奇怪啊 你如果一个穿需要穿西装什么的时候 然后你带一个颜色很灿烂 或者是那种硅胶的 或者是那种就是尼绒的那种 我觉得就有点奇怪 所以我就买了不锈钢 然后可以配一些这样的链子 我觉得还蛮不错 也可以配一个皮链 都是不错的选择 那么再有的就是看信息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WeChat信息 或者各方面的Message信息 来从而决定你到底需不需要去拿你的手机 看更多的信息去回复 怎样如何 当然手表也可以回复了 但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个显示的功能 那么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当做遥控器来使用 这一点呢 我待会再跟大家讲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Apple Watch来说 我觉得真的是 如果你没有体验过Apple Watch 我觉得真的可以考虑入手买一个 那究竟是买不锈钢版的呢 还是买那个运动的铝合金版呢 我觉得这个就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 如果是你第一块手表 也可以考虑买一个运动版的 铝合金的呢 它呢比较轻 运动的时候我觉得好一些 另外呢 它的也会便宜一些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去上LTE版 就是4G版 我这个虽然是4G版 因为不锈钢的只有4G 我的电话公司并不支持 Apple Watch的这个 单独的这个 eSIM卡的这个服务 所以搞得我也没有办法用这个功能 看看以后如果我的公司 我的电话公司支持这个功能了 我肯定会加上这个功能 如果你还是一个喜欢穿搭呀 喜欢 就是平时呢 就是有点不一样的look的时候呢 我觉得可以考虑入一款不锈钢的 甚至是爱马仕版的 虽然贵了一些 但是如果你真的每一天都带Apple Watch 在不同的场合 换不同的表带 也表示自己不同心情 或者不同的场合 我觉得未尝不可 毕竟是一个每天都要用的东西嘛 对吧 所以我觉得具体需要买什么样的Apple Watch 可能还是你自己来看 也要看一下自己的预算 我也是存了好多年的钱 才买到了一个不锈钢的 那接下来我要说的 就是最近 这个其实是我的圣诞礼物 从我老婆那里得到的第一个圣诞礼物 其实我以前有跟他讲过说AirPods感觉很酷 但是并没有说想让他买 因为其实我知道AirPods 网上一直有传说有第二代要出现 不管说是第二代的AirPods 还是说要出新款的case 可以让你wareless charging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现在能不能wareless charging 因为毕竟Apple的自己的AirPower的那个 那个无线充电的还没有出 所以也不好说 但是老婆给买了 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这个连接使用非常简单 我在这里也不给大家测评 因为这个也毕竟不是新品了 那我觉得对于很多姑娘们来说 这是我的好建议 就是如果说你男朋友没有 或者是你老公没有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可以强烈建议 你给他录一个 他再也怎么说这个没有用 或者觉得好像很一般 他一定看到了还会是非常喜欢的 这个就好像是什么呢 举一个例子 就是你在网上看很多American Pie 看到这种sex卫星的话题 你觉得好像很有意思 但是如果你不轻易去经历 去体验还是不一样的 或者是结婚 你不去结一次婚 你可能也不能真正体会到 你只是看一些书和一些电影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要不然就是有孩子 如果你有了孩子 跟看到别人养孩子 感觉可能又不一样 所以我强烈建议 还是要上手 看一下这个AirPods 才知道有多好 我最近做了一些很stupid的事情 就是比如说我在家里面没有人 我也会带上他看YouTube 然后后来我想一想 我为什么要带着他看YouTube 因为家里没有人 我完全可以用手机上的这个声音 直接放出来 公放了 可见这个耳机多么的让人爱不释手 所以我经常会把它带到公司里去 然后在公司里面听一些音乐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可能只是在上班的路上可以听一听 在公司里毕竟可能要忙东忙西 除非你是个程序员可能不太需要去交流 那你可以一直带着他 那么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 其实也不会是一直去听或者是真的需要 但是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AirPods 我说不一定需要是指的 不一定真的需要一副耳机 OK 总而言之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说了 这三件 我觉得是苹果的黄金三件套 就是如果你的男朋友老公 或者自己想考虑一下自己的话 如果你这三样里面 全面屏的iPhone AirPods 还有你的这个 苹果手表 如果你待反哪一件没有 我觉得你不如就给自己买 因为这个东西早买早享受 反正你迟早都要买 这跟Apple Watch 跟这个AirPods 我知道我早晚都会买的 但是我一直迟迟没有买 其实我觉得应该早一点买了 如果说你送给老公男朋友 是个土豪的话 那我建议你直接送三件物品 如果说有了Apple Watch 有了iPhone 那么既没有Apple Watch 也没有AirPods 如果是土豪 你可以两个都送 如果不是土豪呢 我觉得AirPods我觉得可能更有 更有趣一点 它的这个整体的感觉呢 我觉得可能更好一点 戴上它 然后你马上可以听到一个连接声 就代表着已经连接上了 然后你可以double tap 呼叫这个series之类的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刚才在讲Apple Watch的时候呢 我有说到做遥控器 是怎么说的呢 我有的时候呢 会戴着这个Apple Watch健身 那我有的时候 我就最近刚刚收到的AirPods 然后就把它带到人机场去听 然后有的时候呢 听了一个音乐呢 我觉得不是很好听 我想换下一首 但是我把手机呢 就放在了很远的地方 Apple Watch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派上了一个用场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上面下一首 下两首或者前一首 或者换一个App的软件去播 我觉得非常的handy 你是不可能把这些操作 全都放到AirPods里面 虽然它里面也有double tap 它有一个customize的功能 比如说可以forward 可以pause 或者是互叫Siri 但是非常麻烦 你要customize 那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Apple Watch 完全可以充当了一个遥控器的功能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赞的 那么今天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 这个圣诞礼物最佳的苹果黄金三件套 希望这个视频呢 对大家有一定的启发 尤其是女性观众们 希望大家看到了之后呢 当然女性观众也可以送给自己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电子产品的姑娘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个like 然后也可以subscribe我的频道 那对于明年呢 我可能会有更多的想法 那之后我会跟大家做一些节目 去探讨一下大家的方向 虽然粉丝很少 但是我非常感谢 这一百多个粉丝的支持 我呢会继续把这个vlog或者测评呢 做下去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